大家好,我是金妈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用银粉的方法直拨脑边 我们起针的时候一定要用粗一些的针来起 因为这个边呢,起完以后它是不卷的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把这个线头让出去 让出去的长度是我们起针需要长度的三到四倍 接下来我们这样绕一圈 把大拇指和食指这样撑开 这样起针 再从外向里这样挑线,再起一针 再从里向外挑线,起一针 再从外向里挑线,起一针 我们后面就这样继续起 起够我们需要的针数 针起好了以后我们放上合适的针来值 12针它是一个花瓣 我们在12针和13针之间放一个记号扣 现在我们开始值 第一针我们把它滑下 第一行我们继下针的时候呢 就这样从后面插针 这个花瓣它来回都继的是下针 它继的是搓板针,所以来回继的是下针 第一行我们继八针于四针 就是知道记号库这边我们于四针 现在于四针呢,我们把直线翻面翻过来 做银反,用德式银反法把这一针时间往外转 接下来我们还是继下针 直到边上这儿鱼一针 又往记号库这边直 这是上一次严反的那一针,我们把它继了 继下针,它是两根线,所以我们把它一起继 这次呢,记号库这边要鱼一针 要鱼三针 要鱼三针,上一次鱼了四针 这一次鱼三针,每次呢 直到记号库这边都往前直一针 我们又往回直,往边上那边直 边上这上一次鱼了一针 这次我们鱼两针 这个是银反的那一针 它是两根线 现在鱼了两针 也就是每次知道记号库这边 我们往前直一针 每次知道边上这一针 我们鱼一针 等一会儿我再回来 现在记号库这边银反完了 我们往回直 这次我们所有的针都要直 这是银反的针 它是两根线 我们把两根线一起直 现在织完了 我们再织下针织过去 这个花瓣就织好了 后边我们就重复上边的织法 今天你就分享到这儿 但是现在我们把它取得到